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中国的有一句老话 说是半君如半虎 意思呢很明白 说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很危险 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 不过呢最近有人呢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说做臣子的危险不假 其实呢 做皇帝的更危险 怎么呢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古往今来曾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出现过的王朝 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 和偏安一语的小国家 一共有帝王611人 其中正常死亡的 他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 非正常死亡的 他也就是自杀或者他杀的 有272人 非正常死亡率高达44% 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这个数据一看呢 确实有点触不定情 那些帝王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那更是五花八门 最早的像秦始亡 很可能呢 是被自己的儿子胡亥给毒死 那么胡亥呢 也没落到一个好 众叛亲离之后呢 被赵高达的逼得自杀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 一共12位皇帝 得善终的就没几位 咱们呢 白纸头算 努尔哈赤 是战场上被大炮打死 顺治呢 是得天花病死 倒霉催的雍正呢 死后连头颅都没有找到 那光绪呢 更记得 官方的说法呢 是病死 不过呢 一百多年来 相信的 压根就没几个 而真正的死因 直到前些年 依靠科学的技术手段 一切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今天的节目呢 艾雅同学呢 就和大夫说说 光绪非正常死亡的一些 惊天秘密 1908年的大清帝国呢 已经是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大清眼看气数将近 而那年的 11月14和15号两天 紫荆城里面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 那更是让整个皇宫 甚至整个国家都乱成了一锅粥 什么事呢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大清的两个最高统治人 都死了 驾崩 哪两个呢 一个是光绪 还有一个是皇太后苏西 说起来啊 是个人就会死 皇上也好 太后也好 虽然大臣老百姓口里面 都得万岁千岁的喊着 可实际上 你别说万岁了 就连长命百岁的都没有 历史上最长说的 这皇帝乾隆 他也不过就活了89岁 按说呢 这慈禧太后那年都74岁 他老话说 7384 爷王不叫自己去 那么按当时的条件 也算是寿终正寝 可这光绪皇帝 那年才38岁 说起来呢 正是男人经历最旺盛的状 他怎么也突然就死 更让人奇怪的是 光绪死的时间呢 是十月十四日下午五点多 而慈禧死的时间 是十五日的中午一点 这前后相差 还不到二十个相差 哎 这事想起来啊 一个是政治壮业的皇上 一个是年余古兮的皇太后 俩人呢 却跟这约好了事 把一起讲 这事听了 让人没法不反对 所以消息一公布 朝野上下 人们是满腹乎引 而且光绪死后 死前出现在一席的 更让不好的消息 这皇帝死得起下 光绪皇帝八点多钟 从中南海韩元殿 抬入前清宫 九点多钟 就进行了入殓 而没有像其他皇帝那样 在前清宫停尸一两天 让朝城来瞻咬一容 第二点呢 就是大恋的时候 只有皇后帅锦妃等在场 皇上驾崩那可是天大的事 那怎么能这么匆匆忙忙 草草给处理呢 还弄得这么神神秘秘 把生怕让外人看见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猫腻 需要掩人耳末 哎 不管是这 这之前发生的几件事呢 更让人感觉这光绪皇帝的死 里面大有文章 十一月十三日 也就是在光绪临死的前一天 光绪的弟弟纯亲王宰丰 刚满三岁的儿子溥仪 突然就被下族 从纯亲王府接到皇宫里 卓在宫内较养 并在上书房里 而就在同一天 纯亲王宰丰 本人呢 也被封为摄政王 参与掌管朝阳 突一看呢 这好像没什么奇怪 光绪皇帝没儿子 按皇家礼法 皇帝的兄弟 侄子接班 那也算天经地义 肯定要仔细的在意琢磨 这里还是有不对劲的 你要知道 十三号那天光绪 又没死 宰丰 被封为摄政王 溥仪进宫读书 那都是事先没有经过任何的商议 在一天之内匆匆完成的 这就让人感觉 好像是有人早就算准了 光绪皇帝第二天就要驾崩 得赶在皇帝死之前 把这些后事都给安排好 谁会有这样的神机妙算 和先见之明的 其实可以 不过呢 怀疑归怀疑 没有证 他正说出来弄不好 要掉脑袋的这个怀疑 人们只能让他烂在肚子里 那么根据官方的说法 光绪皇帝的死因是什么呢 病死 那至于怎么就和这慈禧太后 差不多一块死 那纯粹就是个巧合 这事有评有据 不容怀疑 那么根据当时 御医写下的光绪帝麦岸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病例记载 光绪皇帝从小 他就体弱多病 特别是从1898年起 这一身的病呢 那更是一天天恶化 从没好转 能够拖到1908年 那就算是奇迹 当时的御医杜中俊 就说 这个皇帝的病呢 此病不出四日 必有这个危险 那么到19日的时候 光绪的已经是胸闷气短 病情呢 越来越重 到21日的中午 他已经是 脉拨四四五 这个傍晚呢 就下方了 根据轻功档案 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 光绪黄锦德的是肺结核 再加上肝脏心肺 以及风湿性的一些慢性疾病 最终导致心肺功能衰竭 核病急性病发感染症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看起来 这光绪皇帝 那的确是因为病情一步不恶化 最后呢 病情严重 不治而亡 属于正常死亡 那么这看似合情合理的官方病例 所记录的就一定是真相 所以直理包裹 真相早晚那是要大白于天下 不过呢 这真相大白的日子来的 那是晚了点 晚了多久呢 整整 一百年 我们说到关于光绪皇帝的突然死亡 虽然有着诸多的疑点 近百年的各种猜测不断 可说到底呢 谁也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 他不是病死的 而是让人给害死的 那么就在大家都以为光绪的死 也要和其他许多的历史寻案一样 成为不解之谜的时候 有人拿出了铁证 这光绪皇帝的的确确不是病死的 他呀 是被 毒死的 那这个拿出铁证来的人是谁呢 为什么直到光绪死了一百年之后 这铁证才浮出水面呢 其实啊 这拿出铁证来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 是科学 现代发达的高科技 让光绪的死因呢 大白于天下 2006年 中央电视台设置组呢 在开设一部亲史纪录片的时候 意外的得知 在清晰灵光绪的灵琴里 还保存着他的头发 一些遗骨和随葬衣物 那设置组他就想了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东西 来找出光绪突然死亡的原因呢 在设置组的努力下 遗骨和衣物呢 就被送到了研究部门 运用高科技手段 科学家们对光绪的这些遗物呢 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和分析 而得出的结果呢 哈哈 证明了那些关于光绪死因的怀疑 的的确却不是空穴来的 因为正常人的头发 一个月就长了一厘米 他们是拿了26厘米 把那分成26段 然后来检测 检测的结果 发现这一缕头发中央 第十段 甚至好像突然高血 是2404 这身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元素 而它的化合物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剧毒药物 皮霜 人要是吃了皮霜中毒 这身体各个部位 你包括头发里面 身的含量 就会高出正常人许多倍 所以呢 只要通过检测人的头发里 身的含量 就可以大致断定 是不是皮霜中毒 而检测结果表明 光绪头发里的身含量 比正常人高出了几百倍 紧接着研究人员又检测了 光绪的几块遗骨和五件藏衣 结果发现 光绪不少遗骨的表面 沾染了大量的身 另外 在靠近遗体 胃部的这个衣服上 还发现沾有高含 身量的这个物质参照 这龙袍由外到内 到贴着他的胃腹部 从外到内 他的身含量逐渐更高 到内部 到他的胃区这个地方 他的身含量一块掺杂 刺定他的身含量 是正常的三千多倍 就这龙袍里头 又快达到一千二百多 它很好 那就可能就是 这个死了以后 尸体腐烂了 这个胃区的一些 污染或身含量的东西 散透到后果头去 听明白了吧 专家们的意思很明了 通过对光绪遗骨和衣物 进行的科学检验 可以确定光绪死的时候 它的胃里还有大量的皮霜 而且呢 随着后来尸体的腐烂 这胃里的皮霜呢 还逐渐侵蚀 污染了光绪的脏衣和骨骼 所以光绪的头发啊 遗骨啊 衣服啊 才会处处发现超标的声音 根据科研人员的测算 光绪头发残渣 和一件衣服中的皮霜的含量 就超过了两百毫克 两百毫克皮霜 是个什么概念呢 告诉我 一般人呢 只要是口服了六十毫克的皮霜 立马就得去剑油 所以 在全套检测做完以后 研究部门的报告 就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光绪帝是因皮霜急性重度而辞 将近一百年的疑点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终于是真相 光绪 确实不是病死 用个现代时髦的词来说 那是被病死 那这下一个问题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量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面 给皇帝下 这么做 又有着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 通过对光绪遗骨头发 和医物的科学鉴定 研究人员得出了 光绪是被皮霜给毒死的结论 那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本事 在皇宫里面给皇上下毒 爱看侦探片的观众都知道 在没有明确线索的情况下 要想确定犯罪嫌疑人 那有时其实也不难 一呢 是看动机 也就是谁跟被害人有仇 或者是被害人跟谁有仇 二是看利益 也就是谁能从被害人的死 那里获得最大的好处 这么多年来呢 一直就有不少人按这个标准 对毒死光绪的真凶 进行了种种猜测和求证 这第一种说法 说害死光绪的就是袁世凯 据说呢 光绪死后不久 务须政变后流亡海外的 康有为梁启超就通电全国 声称光绪帝是被袁世凯 吓入害死的 那么 真的是袁世凯毒死了光绪 他下毒害死光绪的动机 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为了改变大清国落后挨打 任列强宰割的局面 1898年 光绪呢 在康有为梁启超 谭思彤等人的支持下呢 宣布违新变法 不过呢 光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光杆司令 真正大臣在握的慈禧太后 对变法呢 可是一百个不愿意 怎么办呢 有人呢 就给光绪出入了业 这人头 谁有枪杆子 谁最大 如今 袁世凯手里的北洋新军 那是兵强的 你要是能够说 如他之事 那变不变法 可就有不得太后了 听了这话后 哎 光绪呢 也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呢 连夜派谭思彤上门 去做袁世凯的工作 谭思彤 就对袁世凯说了 皇上如今要违心灭坎 可太后他老人家他不支持 大家都知道 您对皇上那是最壮心的 实在不行 那咱们就来硬 把老佛爷住的这个 颐和远纳 给围起来 逼他交情给皇上怎么样 您看 一边是皇帝 一边是太后 这支持谁 不支持谁 可就让袁世凯 犯了 袁世凯他肯定有一个 矛盾 斗争 反复 电量的过程 但是电量的结果 我想他会发现了 光绪皇帝 是个 孤家寡 他会发现 康悠维他们 是一批书生 而西太后 是实际权内的掌握者 所以 袁世凯从个人的厉害 角度来考虑 他只能选择 他站在西太后这边 最后呢 袁世凯不光是站在了 慈禧太后这边 而且呢 还把这谭思彤 煽动自己 毕恭这事 给说了说 慈禧太后 听袁世凯 这么一回 那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还得了 你光绪和维新派 这不是要造反吗 没过多久 他就发动了著名的 乌须政变 对维新派大开场 谭思同等人 那是死的死的 而光绪皇帝 被四季太后 关进了中南海 三面环水的银河 而且啊 一关就是死 好嘛 皇帝眨眼 他就变成了囚犯 满腔政治报复 富之东流 那您想想 光绪对袁世凯 能不恨之入骨 恨到什么程度呢 光绪身边不少人 都亲眼目睹过 这样一副场 光绪在纸上 画了一只乌龟 在乌龟壳上 写上相成两个字 相成是谁啊 就是袁世凯 因为这袁世凯啊 是河南相主 那么按当时的风俗 人们把袁世凯呢 又叫做袁相成 接下来呢 光绪拿着刀子 对着画 那是一通的乱砍乱刺 对莫了 还不解肯 那么还把这些 写着袁世凯名字的乌龟啊 撕得粉碎 看到这儿 您该明白 袁世凯要毒死光绪的动机了 袁世凯明白了 有慈禧太后照着 那光绪拿自己 那是没办法 可这慈禧太后那时啊 也七十多了 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这万一哪天 太后要是死了 光绪手里面有了十权 那袁世凯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所以 袁世凯得先下手为强 但在慈禧死之前 把光绪给弄死 才能够顺着着掉 这话听起来呢 确实是合心合理 而且呢 还有一个人也说 没错 我切耳听说 光绪皇帝就是让袁世凯给害死的 谁呢 末代皇帝 溥仪 溥仪呢 在他的自传 我的前半生中 他就写道 我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 说起光绪之死的遗案 照他说 光绪在死的前一天 那还是好好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 他就换了 后来才知道 这剂药啊 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有动机 有重量级人物的证言 看来啊 这袁世凯就是 毒死光绪皇帝的政兄 那是没法 不过呢 有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专家 对这个说法是 坚决的 袁世凯是个 外官 外朝的官员 他很难够入到宫里面 因为秦朝在皇宫里面 男人只有两个人 除了皇帝以外 就是太监 大臣到里头 也只是 民事的到里头 就入朝来 朝将皇帝 看来袁世凯的确没法 亲自下证 那他就不能收买太监 或者御医下读 也有可能啊 不过呢 您要是了解了 清朝皇帝严格的用药制度 就不会这么想 给皇帝煎药 要由这个太医院的御医和太监呢 一同在这个御药房里啊 这个相互监视 来给皇帝熬这个药 那么皇帝要是吃一副药 服一副药 要煎出两副来 这两副药煎完了以后 合在一起 分成两碗 一碗呢 由御医太监先喝掉 等看看 确实没有问题了 皇帝再喝另一碗 也就是说呀 袁世凯根本不可能 像溥仪在回忆录里面 说的那样 随随便便给皇帝送药 而且呢 就算是进现了药 如果药里面有毒 那也是先喝到太监和御医的嘴里 所以袁世凯虽然有谋害光绪的动机 但是呢 他没有这种机会和能力 可以从这个凶手名单里面拍说 那么 不是袁世凯 还有谁有这个谋害皇帝的动机和能力呢 有 谁呢 大太监 立连营 太监毒死了皇帝 不可能吧 不过呢 这话 那可是宫里的权威人士说的 谁呢 就是他 德灵 德灵公主呢 是慈禧的翻译 在慈禧身边工作多年 对宫里的各种内幕和消息 那是知道的不少 出宫以后啊 德灵写了本回忆录 在那本书里面 他就言之凿凿的指证 大太监 李连英 就是害死光绪的真凶 据德灵说呀 这大太监 李连英 仗着自己是慈禧身边的大红人 平日里那是压根啊 没把这光绪这个没权没势的皇帝放在眼里 变法失败后 光绪被关在银台以后呢 那更是没少为难和捉弄他 都说 虎落平阳被权 其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这话呢 还真是没错 不过呢 那李连英又为什么要加害光绪 德灵说呀 李连英有一回啊 无意中看到光绪的日记 里面有段话 那是让李连英吓得汗毛都说起来 什么话呢 我给您念 我知道自己现在病得很重 但是我觉得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要下令斩杀 原是凯和李连英 感情这光绪皇帝虽然表面上服服贴贴 心里面早就恨不得把这李连英给千刀万广了 就等着慈禧老婆也归天好报仇雪恨 看到这篇日记以后 李连英赶紧向慈禧请求 让奴才亲自去服饰房上的饮食喜剧吧 这以后没多久光绪就卧上不去 德灵说 那就是因为李连英给光绪下了慢性命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光绪给灵 得灵的说法听起来呢 也有道理 不过呢 再仔细想想再没用了 可能那也是皇帝 李连英还真有那么小胖 一个太监吃饱了没事 欺负皇帝王 太有个随意了 专家也说了 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这李连英和光绪的关系 其实那还是不错 现在后知道要死 皇帝将来肯定要做皇帝 做皇帝他如果得罪皇帝 他有什么好处 相反有些民间记得 把他脱脱脱脱脱脱 给皇帝送衣服 给皇帝送吃的 李连英他还是挺鬼的 他是想办法去跟光绪皇帝 这个好好的关系 还有按德林的说法呢 李连英那是用慢性毒 要慢慢的把这个光绪给毒死 而咱们前面已经说了 今天的这个科学检测表面 光绪皇帝的死因是 急性皮霜中 是让人一次性用皮霜给毒死 他对不上了 看来李连英毒死光绪的说法 也不透过 那不是文史凯 不是李连英 那还能是谁呢 要说给光绪下毒 有一个人 那是最具备动机和能力 谁呢 慈禧太后 但俗话说 虎毒不食死 慈禧身为太后 也就是皇帝的妈 她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儿子 要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家 这事不可能 而在一个帝王之家 这事能一切接受 这第一啊 慈禧和光绪啊 虽然以母子相称 不过呢 光绪他并不是慈禧的亲儿子 光绪的亲爹 那是慈禧的小叔子 光绪的亲妈 那是慈禧的亲妹 说起来呢 光绪应该是慈禧的侄子兼外甥 第二 光绪 虽然是在慈禧的一手扶持下 坐上龙椅的 不过呢 我们都知道 慈禧太后 那可是历史上有名的铁腕女强人 光绪名义上虽然是皇帝 但不过是任慈禧百步的一个傀儡 这才有了我们二叔能详的典故 垂帘听着 而且呢 据史料记载 从四岁进宫当皇帝起 光绪他就是在慈禧的训斥和责骂下长大的 好不容易到光绪十八岁了 慈禧呢 表面上退一句一个月养老 但实际上的一切呢 是他说了算 这还不够 为了更好的监视光绪的一举一动呢 慈禧呢 还逼着光绪娶了自己的内侄女 相貌丑陋 还有点驼背的禁分 也就是龙玉皇 生活在这样一个母后的阴影下 可想而知 光绪这个皇帝当的该有多别曲多愚昧 那要说两个人之间 有多深的感情 怕着谁也不会相信 所以随着光绪一天天的成熟 两个人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大 光绪虽然性格柔弱 但还算是一个有理想和报复的君主 我们前面说到过 光绪皇帝呢 要变法为新 改变晚清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可改革变法 那手里面就得有权 而权力 那个人辞起了命根 光绪想拿走 妈都没有 这就有了咱们前面提到的 袁世凯告密和务虚政变 最后呢 变法失败 光绪呢 也被慈禧软禁在中南海银台 整整使用 那您看 权力上的矛盾是不如生气 这生活上呢 也是一点余地都没有 我们刚刚说过 慈禧逼着光绪 娶了她并不喜欢的龙玉皇后 那么除了皇后呢 光绪呢 还有两个妃子 真妃和锦妃 这真妃呢 聪明漂亮 才华过人 那是光绪的最爱 而慈禧太后呢 最讨厌的也就是真妃 认为就是她的挑唆 才让光绪有这么多的想法 一点也不听话 光绪被软禁在银台以后呢 慈禧把真妃 关在了另一处冷宫里 不让两人见面 这还不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在逃离北京前 还下命令 让太监把真妃 推到皇宫的一口井里 给淹死 到了这个份上 你说这光绪和慈禧之间 除了仇恨 还能有什么别的情恨 两个人 那是你防我 我防你 都恨不得对方 遭死 光绪的起居 驻官 孕玉顶 他写的 丛林传信录里面 他就写了这样一件事 在慈禧病状的时候 有一个太监对他说 皇上您说您病了 高兴着呢 本来奄奄一息的这个慈禧 他听了这话 那是气急败快 那我也不能死在他前头 你听听 这话里边 哪还有半点母后和儿皇的 姨妈和这个 外甥之间 本该有的情情 所以呢 要说是慈禧 让人下皮霜 毒死了光绪 那也一点 就行了 晚清许可 写的一本书 清白泪超 里面 他就说了 慈禧太后病危时 因为怕自己死后 光绪 重新执政 对自己来一个反攻倒算 于是派人下毒 把光绪 害死了 所以 作为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 你说 她毒死了光绪 从动机到能力 她是一样东西 那这事究竟是不是百分之百 她就是慈禧干的 一百多年了 所有的当事人 知情人都不在 我想呢 我们没有办法 也没有必要再去纠缠 不过呢 光绪的死 却是腐朽的大清王室 在临终前最后的宫内学习 因为 仅仅三年后 辛亥革命爆发 大清统治宣告结束 因变法而死的光绪 曾努力力挽狂揽于魏党 可惜啊 大清朽目一根 气数已尽 光绪也只是 是枉然送了一条信